現在我們在廣州白雲區的增茶路附近 各位觀眾朋友大家好 歡迎大家又來收看我的視頻 今天我就過來廣州的東旺食品批發市場送食 既然來到東旺食品批發市場 當然就會帶著你們跟著我的鏡頭來逛逛 現在就臨近過農曆新年 也就是食品批發市場一年中最旺的一段時間 在這個食品批發市場裏 車位是一位籃球 這裡就是東旺國際食品批發市場 在廣州做飲食的人沒有人不知道這個市場 看看廣州酒家秋之鋒辣味的檔口門口 堆滿貨 放在門口的貨都是等於要混走的貨 黃唱黃蠟味 中華老字號 很多品種可供選擇 現在看到的這條街 大部份都是賣蠟味的 不過看上去這麼多間賣蠟味的 生意最好的始終都是廣州酒家黃唱王 在這條街 除了見到賣蠟味的 還有賣醋的 賣梅菜的 各種麵粉和各種麵食 批發油的 批發酒的 臘味道 在這條街上 除了有港式的臘味 還有不少湖南臘味出售 湖南臘味的特點就是有煙燻味 這檔是批發腐皮的 每個檔口都配備一至兩部的三輪車 而這檔是賣唐比較出名的明大唐葉商行 啡色包裝的是韓國糖 而白色包裝的是廣西糖 韓國糖是菜糖 廣西糖是借糖 還有砂糖 幼糖 冰糖 紅糖 各種糖在這裏都可以找到 這檔是賣四川調料香料 交通比較混亂 而且這裏是沒有人指揮的 批發麵粉豬油 這條街就是以批發大米麵粉為主 要運走的貨物 他們都會暫時放在門口 廣州的東旺食品批發市場 建於1996年 佔地差不多有十萬多平方米 是廣州最大的食品批發市場之一 另一個比較出名的食品批發市場 就是南泰 米檔油檔一間貼著一間 這樣成行成市做生意 成本和利潤都非常透明 同樣商品的售價都差不多 因為買家都會密比三家 還可以見到有放出來賣年貨的 很多乾果類 整個食品批發市場 就有很多不同的街 這一檔就是專門賣金龍魚條和油 餐館內用的各種餐料 都可以在這裏買到 在廣州很多開餐館都會過來這裏拿貨 而供貨給各大酒樓的貨人 都會過來東往這個食品批發市場 來拿貨 做飲食的人沒有人不知道這個市場 這一檔擺出來賣的年貨就是餅乾糖果之類 是一款水的 餐廳中所用到的食物 例如洗潔精、清潔劑、廁紙等等 這裏全部都可以批發 這一檔就是賣各種麵粉和衣麵 大棗和各種乾貨 就快過農曆新年了 每間店的生意都比平常不少 各種香料和辣椒粉 這邊就是主要賣村菜系列的各類調味品 連辣椒粉都有很多很多種 各種藥材乾貨 在這個批發市場 如果你想散買也是可以的 在批發市場的價格和外面的零售價格 看看它也不少 不過這裏就來市區比較遠 如果不是住在附近 我想都沒有什麼市民會特意來這裡買東西 特意來加上路上的時間就不值了 我今天就是來送馬蹄粉 可能你們會問 這個市場什麼粉買不到 為什麼要理工貨呢 這裡普通的馬蹄粉周圍都有 但如果你想買真正美麗的馬蹄粉 就不是到處都有 如果有需要想買美麗的馬蹄粉 可以私信我 這條街就是以賣年貨食品為主 有各種禮餅糖果和曲奇 不過都是買乾果的人最多 來這裡買乾果 便宜過在街市和超市買很多 看下車子能停止 打凍的車位停完 接著又打橫停 海天的各種調味料 看下貨車和三輪車停止 大家都要裝貨運貨 動都動不了 而這條街是批發酒類的 國酒和洋酒都有 也有一兩檔是賣年貨的 這檔的年貨就是以各種糖果和乾果為主 還看到小時候吃的家應子 不知道你們小時候有沒有吃過家應子 這條街就是以批發雪耳和各種腐竹枝竹為主 在廣州的餐飲店 無論是中餐西餐 所用的各種調料都可以在這個批發市場買到 這檔是專門賣衣麵 我猜年底就是這些店家最開心的時候 因為生意是一年中最好的時候 這檔是專門批發鹹酸菜 各種飲品的粉 很多飲品都是用粉蔥出來的 這條街主要賣的就是餐廳的百貨用品 看到尾這間就是專門賣奶茶原料的 告訴你們的小朋友聽 奶茶小飲品 各類進口芝士奶製品 不同尺寸的冬菇花膠魚仔 不同尺寸的冬菇花膠魚仔 這間批發市場的營業時間 就是從早上8點半到晚6點 不過現在新年之前 很多人都在自己加班 各式各樣的醬料 這個食品批發市場競爭很厲害 也有些檔口貼著頂手轉讓 畢竟這兩年 他們的生意都受到了很大的影響 一方面就是疫情的影響 而另一方面就是線上電商的影響 這樣的一間檔口在路邊的位置 有兩層那麼高 第一層可以賣物 第二層可以儲存一些東西 租金大概是一萬元左右 你們又覺得這樣的租金貴不貴呢? 送完課準備回家了 我喜歡分享我在廣州生活的點點滴滴 如果喜歡我的視頻記得關注我吧